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设身处地 为人着想的能力 是培养爱的能力的必要途径 这不但是要技巧 也要求许多勇气 少生烦恼 广结善缘 多修福报 是净化人生无变的原则 有益于众人的事必须做 有益于众人的话必须说 有害于众人的事不要做 有害于众人的话不要说 念佛如作佛 诸佛的圆满功德 常存我们心中 能助我们远离了一切恶念恶行 恢复本有明尽心地 杂念是病 念佛是药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杂念自消 修心不能有分别心 不要挑选物件 要针对一切 不论物件是否有生命 任何念头的升起 都应该成为修行的道路 而不是修行的障碍 修行要全心投入 让自己完全浸潤在修行之中 有时禅修空性 有时生起处理心 有时对众生发慈悲心 透过仔细的探索和解释 我们会更下定决心 越来越努力去修持修心的法门 如果帮助他人 或有机会修行 我们不应当 期待他人的感谢 称赞或给予好名声 成就佛法的三个主因是 一 遇见合格的师父 二 透过他的开示 培养正确的动机 三 具备必要的资料 在日常生活中 修持不提心 是修学佛法最好的方式 佛法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远离苦及苦因 并且造乐因 如果内心不守护菩提心 所作所为 就不可能变成佛法 心中就没有归一处 只要把全部心力 放在菩提心的修持上 无论遭遇多少障碍 困难 从菩提心 就可以生起无穷的利益 带来现世及来世的安乐 这是成就抵他事业 引导一切众生成就圆满佛果 最殊胜的因 古德曾经说 菩提心就像树的主干 有了菩提心 才能生出枝叶花果 我必须对所有众生的安乐 负起责任 持守菩提心 因为这是众生安乐 成功 得到无上正觉的根本 逐步把爱惜自己的心 转变为最纯净的菩提心 爱惜其他众生 每一件事情 都会变成非常有意义的菩萨形 如果我们能放开对过去的回忆 我们就生活在当下 可以享受生命 开创美好的将来 以现在心处理现在事 记住 不像过去攀缘 也不像未来伸手 活在眼前 稳在当下 求心之清净 心要空要急 空是没有一样东西 本来无一物 急是不要动 不要胡思乱想 所谓修行 便在于一起心 心极能觉 不为禁界所动 佛是什么心 就是清净心 没有丝毫染物 平等心 平等心 没有是非人我 大慈悲心 对一切众生 示弱自己 这是佛心 这是佛心 有修行的人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 都在下功夫 不乱想 不妄想 不害别人 不恼他人 专心做每件事 都在下功夫 行空 自然没有烦恼的障碍 身定 也就没有 环境的束缚 见人有烦恼时 自己不要有烦恼 自己没有烦恼时 表示自己正在修行得力 所谓拔风 指的是利益 损失 毁谤 荣誉 称赞 绩效 痛苦 快乐 一个人 如果能够达到 霸风吹不动的境界 他就解脱了 一切的烦恼 人的洗心动念 就是烦恼的根源 苦 是跟随着 那不停的妄想 分别而来的 持戒就是守法 我们能守法 心自然就安 心安 礼就得到了 心安了 心清静了 人就聪明了 为什么聪明呢 就是心清静了 烦恼 少了 妄念 少了 见识 见礼 自然 比过去 清楚明白 这就是我们讲的 智慧开了 我们断恶修善 因为恶业里的妄想 执着特别强烈 亲近的心 很不容易恢复 所以 使尊 首先 将我们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从这里入门 在这个基础上 去修定 当无我的信念 生殖在一个人的内心时 他便可因而达到宁静 沉着和更泰然自若的境界 于心底里的感受 承担对方所给予的 才是真爱 同样 于心底里的感悟 承担 平常所发生 才是禅境 有了禅定和智慧 就接近 没有烦恼的境界了 放下过去的烦恼 不担忧未来 不执着现在 内心就能平静 真正的修养 不管在家 不管在家出家 只有三个字 善互念 好好照应你的信念 既没有动快念头 也没有生好念头 此心平平静静 不其分别 当下 就在如来的境界里 不生病 没痛苦 就是福 心理清净 就是修行 对近 五心 就是禅 幸福的定义 不在于财富 而是属于内心的喜悦 安宁 使人以歌舞为乐 学佛人以寂静为乐 陈佛的道路 魔障烦恼多 唯一的克服办法 是持平等心 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清净心是由界定中来的 故修定 必先修人 修行的人 无论快乐或痛苦 都不会过度地表现他的感受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 都能以平常心代之 修行 即使要在境界上磨练 在举心动念时修 境界现前时修 面对一切法 而心不动 即时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妙男司 十方诸佛所称在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宜兰大碑观音道场特举办 公导妙法莲华经 公勤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诛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旗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流离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礼拜药师保产 时间每日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五性财神法门 五性财神 英译赞巴拉 源于古印度的神奇巨皮罗 后由坦特罗佛教沿用 并由藏传佛教重新演绎 其法下是手持兔宝鼠或一袋黄金 当赞巴拉传到西藏后 各藏传佛教之派 逐渐发展至 以不同修持所属的 五种颜色形象 再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成为五性财神 一般人以五性财神身上的颜色 作为称号 观世音菩萨 化现回白财神 意欲克服吃质 主掌之慧 是平息灾难 增添财富代表 阿处如来佛 化现回黑财神 意欲克服称心 主管权威 是消除怨敌 降伏魔敌的象征 宝生如来佛 化现回皇财神 意欲克服我脉 组掌财富 是积聚福德 增长智慧的代表 阿弥陀佛 化现回红财神 意欲克服贪欲 主掌怀柔爱色 能圆满各种世间 与初世间之事业 不空成就如来佛 化现回律财神 意欲克服嫉妒 主管健康 是成就是事 增长财运的代表 五性财神是西藏人 所供奉的财神 专门掌管天护财富之神 除了掌管财富之外 也是藏命护法 一支庞大力量 还负责掌管 忌妒众生所有 功利事业 赞巴拉并非一开始 就有五尊形象 而是一个具有财神属性的神奇 当藏传佛教逐渐弘扬起来以后 以不同修持需要 才发展出黄、白、黑、绿、红夫等 五尊不同形象的赞巴拉 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形成五性财神 虽有五尊神奇 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 绿财神心咒 绿财神是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的化现 绿财神 一头二臂三目 头戴宝冠 以珠宝阴若为世 下身着丝绸 右手持如意果 左手着土宝鼠 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裁员天母 与绿财神共作于莲花月轮上 功德令一切活动成功 圆满进化恶运障碍 成就一切愿望 佛母、律夫一面二臂 手持蓝乌陀罗花 象征智慧 佛父、佛母拥抱代表 卑制结合的修行 因此修绿财神除了聚财之外 也希望能达到卑制结合的修行 作词 又一来 我还以为你的 转 大家都 在 音乐 也是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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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balá Jalantarí S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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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